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到处都是河流 没有这个大平原 不像北方 北方行一大片的平原 黄土平原 你要上的几百辆冰车打起来的话 这个比较容易 你在这个河流中午那样 根本不行 但是呢 这个吴国 因为它在这个南方的水乡这个地方 所以它专长什么 所以说这个水站 它会划船 用这个水站它的这个长处 但它不会这个马车 但是你要这个吴国 你要向长江中游去发展的话 你就缺这个什么 缺这个车站 你没有这个车 这个楚国 楚国 楚国这个跟中游国这样 它自己是车站为主 所以晋国就看到这一点 就把这个车站这套本事去交给这个吴国 就对他这个支援 支持他 让他这个也学会了车站这个战术 所以这样他就跟这个楚国打起来 他就 这个条件就更好 所以就把这个 而且呢 而且在政治上呢 这个晋国就去挑唆这个吴国 说你去利用这个楚国 不行的时候 你去打他 去打这个楚国 我支持你 我在背后支持你 所以这个吴国当然他很愿意 那么 这个吴国就开始向这个 它这个西北方面进攻 例如说 当时这个一个打仗打的比较厉害的地方 那哪儿呢 就这个所谓州来 州就是这个通州啊 或者这个苏州啊 这个州 来就是这个来 来往来来 州来 他这个州来在哪儿呢 在今天在安徽这个晚北 凤台县 那么就是说 因为这一代 原来都是楚国的地方 那么这个吴国就进攻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个军事要点 兵家必争之地了 在晚北这个平原上 所以这个吴国就 吴国的军队也很厉害 就一度把这个州来打下来了 那这地方原来是个小国 属于这个楚的一个小蜀国 但是 后来接着就又打这个 打这个潮 潮就是这个 现在鸟潮的潮 就是这个安徽那个那个潮县 那么这些地区的话 都在今天的什么 我们今天这个江苏的北部 安徽的北部 跟中部这一代 所以吴对这个楚的威胁 应该说越来越大 他原来就是 远远地在 在 长江下游 是吧 靠海的地方 那现在 到了中原这个 这个 就到安徽啊 苏北这一代 所以这个 这个楚国的大臣呢 也预感到什么呢 这个吴国 将来 是吧 中介要成为这个 楚国的 是吧 一个心腹之患 所以呢 当时这个 他们已经打算什么呢 把这个楚国的这个 首都 首都的这个尹 尹城呢 是吧 要把它加固起来 我们说这个 也是不寻常之举了 是吧 你说楚国这么 原来是一个大国强国 而现在突然要什么呢 要加强这个 首都的防范了 首都的这个什么 这个防卫工作了 就说明 他这个 他这个 现在受到吴这个威胁已经很厉害了 否则 你说这个尹这个离开这个 这个 吴很远了 对不对 也就说明 这个吴国的力量一步一步地 往 靠近这个楚国 逼迫着这个楚国 是吧 感到这个 吴这个威胁已经很大 对他 那么到五百 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 这个吴国的这个公子 光 他名字就叫光了 吴公子光 把当时这个吴国的一个王 就是王寮 就把他杀掉了 是吧 这个 我们这个 戏曲上的故事里面 这个 经常有的时候 专注赐王寮 是吧 把这个王寮给杀掉了 杀掉了就是这个 吴公子光 成了这个吴国的君主 这个就是有名的所谓的河驴 河驴 当时这个 这个河驴 这个在吴王里面也是一个比较这个 有作为的一个王嘛 他这个 例如说他在左专上说他这个什么 能够这个 对他这个老百姓 能够这个爱护有加 同时这个在古代作为一个君主 这个 你要不重视这个老百姓 不去这个依靠老百姓 不给老百姓这个好 很多这个优惠 那你这个君主就不行 对他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楚国这些他的敌人来看 看着说这个吴王 他这个野心不小 他先要拉拢他国内这个老百姓 对老百姓吃衣小恩小偷 然后要这个利用这个老百姓 起来看着 就对这个楚国 对付这个楚国 那么这个时候楚国一个 逃亡了一个叛臣的 应该说是叛臣 就这个 武云 就是武子虚 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全家都被这个楚国杀掉 所以他这个就 就投奔吴国 因为这个时候听说这个楚国以外 还有个很强的国家这个吴国 所以他就想去这个 就是投奔吴国 想利用这个吴 这个吴子虚这个野心也是很大 他想利用这个吴国的武力 来这个打败这个楚国 来报他的仇啊 因为他全家被杀掉了 所以后来到这个公元前506年的时候 这个吴国就联合了这个小国 蔡国 唐国这一国 来这个打这个楚国 他吴国是这样子 吴国他 起先他是用这个船 船来运的军队 是吧 沿着这个淮河 而上 从这个江苏 沿着这个淮河 然后呢 到了这个 今天这个大别山 小别山 是吧 这一代是吧 他开始把这个船不要了 这个军队就就登陆 是吧 所以这个 吴国的军队很厉害 从这个是吧 一直就是 进入到这个今天这个湖北 湖北这些警员 从这个安徽宫到湖北 后来这个 这个楚国 就是说这个 打不过这个吴国 他这个军队 这个吴国军队来以后 他抵挡不入 而且一败再败 都是失败的 所以据说这个吴国是 所谓这个五战五胜 五战五胜一直 打到了这个 就是这个楚国这个首都 尹都 把这个 进了这个 他这个军队 进了这个尹都城 把这个尹打下来了 所以这样楚王就没办法 就逃难 逃到那个 勋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个楚国 我们说从左战来看 是吧 他在这个春秋时期 他一直是个非常骄傲的 非常拔骨的一个 南方的一个霸主 强国 而且 而这个我们没想到的什么 就是到了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 他竟然 被一个南方一个原来不知名的一个小国 这个吴国 把他打败 而且进攻了 攻进他的都城 我们说这一半 真是 当时人都大概都 没有遇见到 这样子 会发生这么一件事 一个很小的国家 打进一个强国的都城 所以这个是楚国在春秋时期 他空前一次这个大事班 因为他过去跟晋国打是吧 就是在战场上打败 打败了就完了 这次不是不仅战场上打败 而且他这个首都 他的老挝都给人家端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 在楚国他在春秋时期 非常丢脸的事情 一个强国就竟然给一个小国 把他这个都城都给攻占 当然后来这个 当然这个吴国 他也不可能这个比较长期的占领 这个楚国终究是个大国 所以当然后来这个吴宾也退出来了 那么到这个吴王这个和驴 这个死了以后 就是他的儿子叫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 他这个君主是这么个君主 就是他这个人 他很有野心 他也要求就是跟他 跟他父亲一样 成为一个一个很强的 当初的春秋时的强国 甚至他也想当这个霸主 他有这种野心 这是他的一面 他另一面 下面我们就 后面也能看到 他对这个治国 治理国家这方面 甚至军事策略方面 他不太行 或者说他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很多这个弱点 所以他这个 从一方面来讲 他这个很强 他这个军事 特别战胜楚了以后 他这个军力很强 那是没问题的 对对 他很强 确实也很强 所以他对外的时候 确实 当时这个 我们说 当时这个中院国家 都对这个吴国 都有点害怕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吴了不起 他把楚国这么强 都能打败 所以这个 后来这大国 包括晋国在内 对这个吴国 不能这个 等先是之 所以后来这个 例如说这个 这个吴旺夫菜的策略 也是 也是 往这个中原这方面发展 所以这个最有名的 例如说 他在这个 今天这个江苏扬州 就开了一条沟 叫寒沟 这条寒沟 我们说都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他们把这个长江 跟淮河把它连起来 那么这个寒沟 也就是后来 中国这个大运河的 一个最早的 一个开始 就是这样一个路线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吴国 他要对付的是谁呢 他把楚国已经打败了 那么在他旁边 还有枪过来 就是谁呢 那就齐国 所以他在这个 后来他联合了 这个吴国 这个国家 去这个打齐 后来就在这个 把这个齐国又打败了 齐国甚至那个 这个将帅是吧 带兵的这个 这个元帅是吧 都给这个 这个 吴军打死 打死了 所以这个 在两年以后 两年以后呢 吴王 吴王傅参 跟靖国的这个 执政 靖国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头头 这个赵央 他们就在 黄池这个地方 就开会 开会啊 这个时候因为靖国 他有 我们说靖国是 成就说 一向是这个 这个中原的霸主国家 一向是个强国 但是 但是这个时候 他对吴 他也有点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吴的力量 甚至比 靖在某方面来讲 都要强 所以了 这个 在这个盟会上 什么呢 他 做了点让步 所以这个吴 成为这个盟会上 这个得胜者 所以吴成为这个霸主 我们说这个在春秋时期 是另一种这个格局出现的 新兴的小国家 吴成了强国 所以吴成为霸主 在春秋时的霸主 但是呢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吴旺 这个在这个 在军事方面 在 在 在外交方面 有时候 我们说他 他也是很厉害 是吧 他也很 有两下子 但他自内 他不太行 所以 他这个一方面 在外面 他很得意 是吧 跟这个靖国 是吧 这个 争霸 争一笔高下 但是他没想到 他的后方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就说越国 是吧 越国就趁这个吴 王这个 把这个精力 在外的时候 他就来 来 攻他的老巢 所以这个 就说明这个吴国 对这个 他这个后面 这方面 他没有估计到 没估计到 他这个后方 会被这个 对这个 越国 给他 这个 所以这个 后来不久 我们说 这个 这个越 就把这个吴 就灭了 所以 越王就 代替了这个吴国 又成为 长江下游的 这个最强的国家 所以这个 情况 一直到战国初年 你说到战国初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国家 是就是说 但是这个 原来这个强国还在 楚国 晋国是强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齐国也是强国 在第四个强国 就是这个越国 这个也是在春秋 以前没有 没有这样一个 政治国局 但这个时候已经 春秋已经快 春秋马上就结束 就进入到 另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战国时代 关于这个 争霸斗争 我就讲到这 就是几百年 这个不断的争霸 第十一个小题目 就是讲一下 这个职产 职产这个讲什么 讲他这个 治理政国的情况 同时这个 政国在这个 春秋的时候 他只算一个 中等国家 算个二等国吧 头等国是 进存之一国家 他算个中等 二等国家 但他的地理位置 正好在 进存之间 所以他对他来 这个位置 对他非常不利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北面 这个 靖国 可以经常骚扰他 这个楚国 南方的楚国 又可以 也可以经常骚扰他 所以他那个 处于一个 非常不利的地位 而且呢 这个 靖国这个 他国内 这个 政治形势 跟这个 其他国家一样 就是 也就是说 这个君主 没什么权力 掌权的 都是这些事情 而且呢 还经常有这个 内乱 这个我们说 也是 对一个国家 是不利的 经常闹内乱 所以这个国家 就治理起来 不容易 他因为 他有外面的 对他不利的 就要显示 内部又 又经常出现 内乱 所以这个国家 要治理好 不太容易 那么 那么到这个春秋晚期 就我们说 在镇国出现了一个大政治家 这个就是这个有名的子产 子产 他的名字叫公孙桥 因为他是这个 就是这个君主 这个孙子这一辈儿 所以他叫公孙 他的名字叫桥 就华桥的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镇国在这个春秋 这个 晚期的时候 春秋后期 晚期 那么他这个掌握 这个政权的 这个 这个 清代夫 就是这个 都是说 镇木工的后代 镇木工的后代 当一个一个君主的后代 他儿子 古代 他儿子很多了 所以叫 七木 就是镇木工 七个儿子 这七个儿子 后来就 他们这个轮流的 掌握这个 镇国的这个政权 就是七木 那么这个资产 也是正好是 七木两孩子 也就是所谓 他是公孙 孙子一辈儿 君主的孙子 这个 公孙桥 那么 他这个 后来就开始 就进入这个 镇国的禁坛 他在位大概是 治理镇国 大概三十年 有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也不短 治理三十年 他在废权 他在废权 是